是我家珍非从外德 什么是家珍呢 我们在这里稍微解释一下 因为这个在参考资料里面没有说 我们补充一点 这个家珍直接翻译 它的意思就是自己家中的珍宝 也就是说是我们自信本来就有的 在禅宁中 就说禅宗 他们讲 专指人人本具之佛性 所以说这个家珍 就是指我们大家每个人都有的佛性 我们的佛性变现出极乐世界 变现出阿弥陀佛 中门有一本书叫做无门关 门口的门 关就是关闭的关 无门关 在他的序文里面有这样的一句话 岂不见到 从门入者 不是家珍 始终成坏 四句话 这个岂不见到 是讲我们没有听到人说过吗 说什么呢 从门入者不是家珍 这就是说 我们从哪个佛门入进去的 这不是家珍 从缘得到的 他最后是始终成坏 那怎么才能够得到呢 本来就是 所以他不是从外面来的 因此自信 献出极乐世界 自信献出 滑涨世界 关于这点 大圣经 讲得特别清楚 那您再看 选手国师呢 所写的 修华英奥志 忘经华英观 他这个文章 写得特别好 一共六段 前面三段就讲到 宇宙的元气 后面三段呢 是讲到 修学的方法 他老人家告诉我们 宇宙从哪里来的 原来是从 自信 清静 原明体 变现出来的 自信 清静 原明体 就是我们的真心 就是我们的本心 也就是哲学所讲的 宇宙万有的本体 所以第一段 说这个 那第二段就讲呢 起二用 从一提 他就起二用 这个起二用 就是产生两样东西 一个是宇宙 一个是我们自己 宇宙是一报 我们自己呢 是正报 一报正报 是什么时候 起来的呢 就在当下 没有过去 也没有未来 当下一念生 当下一念灭 这个一念呢 就是弥勒菩萨 所讲的 一坛子 三十二亿百千年 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 产生出来 而每一个 每一个维系的念头呢 它都有 物质现象 精神现象 还有自然现象 第三个 是讲到三种周变 第一个是周变法界 第二个是说 出生无尽 第三个是讲 寒荣空游 所以这个 修怀恩奥指 望尽怀恩贯 的的确确 用很短的文字 就把整个宇宙的真相 给我们概要的 说出来 我们没有时间去学 大部环境 但是您专学这篇文章呢 大致上就能够了解一些 其实这篇文章很重要 事实上呢 也讲过两次 第二次讲得非常详细 底下再讲 发心念佛 正似珠光 环照珠体 我们现在真的要发菩提心 好好地念这句佛号 认真念佛 它起了什么用处呢 就像这里所比喻的 如同宝珠之光 它光射出去之后呢 又能够造它自己本身 刚刚说了嘛 光是代表大智慧 有了智慧 哪有您不知道的事情呢 我们现在可以讲是 真的 所知道的事情 非常非常有限 我们所晓得的呢 未必是真实的 未必是正确的 幸好 我们今天遇到一个明白人 佛就是一个真正明白人 为什么敢这样子讲呢 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烦恼 习气全都断得干干净净 所以他的大智慧都现前了 我们现在所用的方法 就是一心念佛 求生西方净土 到达极乐世界 我们的智慧 也在弥陀的 忽悠之下 很快就现前 换句话说 我们今天只要还待在这个地球上 那就很难拿 凭自己的功夫 开悟 可能有人听到这个话 他也不服啊 你怎么知道我不能开悟 好吧 那你就试试吧 看您用什么方法 能不能够开智慧 没有明师的指导 没有良好的根性 没有良好的环境 帮助他 这个人是很难开智慧 所以我们今天 选择净土法门 这个方法非常好 纵然没有老师在身边 没有同参道友在旁边帮助我们 我们独修也能够成功 有没有这样的例子 自古以来就很多 所以我们看到近代的 地球老二上的徒弟 郭露匠老法师 人家就是独修了 他可是没有同参道友啊 他认识人也不多 是不是 他在临波乡下 一个破旧的寺院 就几个护法 偶尔可能跟他见个面吧 给他弄吃的 帮他处理一些事情 平常他都不跟人家来往的 最后呢 走得多么轻松 多么自在 最近我们听到一个同学就讲 他的一个亲戚 前阵子呢 到医院去 动手术 医生说 好了 可以回家 可是过了几天呢 原来那个地方 又疼起来 现在又送医院去了 所以他就希望了 我们这个道场啊 继续帮他回向 本来前几天呢 已经帮他写了牌位 回向了 结果呢 你看他这个业障啊 没有消除干净 也许呢 还会再来第二次 所以我们看到 听到这样的事情 都在提醒自己啊 念佛重要啊 说一句 很浅显的话啊 人一生当中 无病无脑 这是大福报 没有生病 没有烦恼 这是很大的福报 现在是什么情形呢 老人家容易生病 这就是年轻人呢 也突然一下子 得了什么病 所以我们这个念佛 真的要天天保持不间断 生生佛号 能够帮助我们消业障 断烦恼 掌智慧